大家好,我是老熊 最近油管上有一个朋友问了我一个问题 他说,你的配方里面面粉和水的用量总是如此的精确 就是不太容易记啊 好像也是哦 我的配方里面数字大多都不是为数为0的整数 像什么23、56、甚至还会出现0.01、0.2 这些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的数字 为什么呢 因为我都不用记的嘛 我每次都是用这个计算器 摁出来的呀 啊?配方也是可以算的吗? 你以为呢? Yes! Of course! 配方当然是可以算的 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计算的结果 咱们很多家庭用户啊 总是会觉得这个配方这个东西很重要 如果要是能拿到哪位大师的配方 更是有一种一方在手 天下我有的感觉 其实在业类人的眼中 配方只是一个很基础的东西 它本身一点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要掌握科学的方法来制作配方 世间万物都有它的规律 烘焙 亦是如此 一个配方中 各种材料应该用多少 自有它的规律和比例 所以前人总结了这些规律 把它用数学的方式表达出来 也就是说 只要你掌握了这些数学的方式 那么对你而言 配方就不重要了 听到这里 你肯定会说 哇!这么神奇 那你还不赶快说 想知道吗 我 秦始皇 我是来自2267年前的秦始皇 我在西安大秦银行 存有一百东黄金 现在急需2000元人民币 解冻我在银行的账号 微信支付宝 军可 如有人能解证 燃眉之急 明日登基 军就是正的大将军 一个面包里面 最基本的原材料就是 面粉 水 酵母 盐 油和糖 经过前人不断的尝试 总结经验 制定出了各种材料的最佳使用比例 盐的比例 一般是在0.5%到2%之间 干酵母的比例一般是1%到2%之间 新鲜酵母就是干酵母的三倍用量 如果是天然酵母的话 就用到10%到60%之间 糖的比例 依据个人的口味 在0%到40%之间 然后我们又根据水和油的使用比例 把面包分为了不同的类别 比如说像贝骨这样的 比较硬 含水量是50%到57%之间的 我们把它归类为硬面团面包 又比如法棍 普通的一些欧式面包 含水量是57%到65%之间的 被归类为标准面团面包 这比如夏娃塔 披萨这些含水量高于65%的 什么80%呀 90%呀 还有做成100%的呀 这些通通被归类为乡村面团面包 又或者是按照油脂的含量来划分 分别是普通面包 不添加油脂和糖 比较硬 营养型的面包 油脂含量低于20% 含有糖油牛奶鸡蛋 这个面包呢 软硬适中 第三就是浓郁型的面包 脂肪含量高于20% 松软可口 比方说像我前段时间做的不留修 它的油脂含量就到了50% 更有甚至达到百分百的 那个就很夸张了 好了 基本材料的比例大概就是这样了 下面我要重点的来说一说这个数学公式 一共有三个公式 大家先看一看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面粉重量等于 总的重量除以总的百分比 什么意思呢 面粉重量就是 比如小麦的重量 全麦的重量 黑麦的重量 这所有的重量 统称为面粉的重量 总的重量则是 面粉加上水 盐 糖 油等等 你所有要使用的材料的重量 称之为总重量 总的百分比 百分比这里面我们有一个常规 这个烘焙中的百分比 和我们常规认知上的百分比 有一点点不一样啊 我们通常认为百分比就是 那么所有的材料相加等于一百 这个称之为一个百分比 但是烘焙不是这样的 烘焙不是这样算的 烘焙是以面粉的比例为百分之一百 然后再加上其他 比如说盐2% 糖20% 水60% 油10% 等等等等 所有的这些材料的百分比的核加在一块 有可能是百分之一百一百五六 或者是百分之两百 百分之三百 这样的一个总的百分比 就是烘焙中的总百分比 这一点大家要认真地把它区分一下 不要跟我们常规认知中的这个一百分 混淆了 好了第二个公式就是 辅料的重量 等于辅料的百分比 乘以面粉重量 辅料的重量就是 除掉面粉以外 比方是说 糖的重量是多少呀 水的重量是多少呀 油的重量是多少呀 这些称之为辅料重量 那么辅料 辅料的重量就等于辅料的百分比 比方说 我们要知道盐的重量是多少 就用盐的百分比去乘以 面粉的重量 第三个公式 辅料的百分比 等于辅料重量 除以面粉重量 乘以百分之百 这个就很容易理解了 就是上面这个公式的反 过来 我们要求辅料的百分比 我们要求盐的百分比 就用盐的重量去 除以面粉重量 再乘以百分之百 好了 这三个公式 我相信大家 应该很容易理解 毕竟都是接受过 九年义务教育的 如果你还是干不懂 就把它抄下来 自己回去 把小学的课本 中学的课本拿出来 再好好的学一学 我就不再过多阐述了 下面我们来举个例子 比方说 你准备教上 两三个小闺蜜 来家里面 喝喝下午茶 吃吃小面包啊 我们就来做个红豆面包吧 这个配方应该怎么写呢 首先我们来确定 你今天要吃多少 哎呀 三个人嘛 减肥了 少吃一点 少吃一点 就一个人吃啥 九个面包 一个按一百克算 这里我说明一下 这个一百克的重量 是面包烘焙前的重量 因为面包在这个烘焙当中呢 会流失水分 最后的成品可能只有九十克 大家知道就好啊 我们在这里计算的时候呢 我把它忽略掉 就按一百克算 所以这个总重量呢 九个面包的总重量就是九百克 差点两斤 然后再来确定这个百分比 哎呀 减肥嘛 那我们就做个营养型的面包好了 面粉不用说了 面粉是100% 然后因为要用到大量的糖 我们得选用赖高糖的酵母 而且比例得高一点 用个2%吧 既然糖的渗透鸭已经这么高了 盐多放点少放点 其实没区别 那么盐也按最高标准 2%吧 水就按照标准面团的比例 60% 哎 这个鸡蛋啊 也被归类到这个水里面了 所以就是水50% 全蛋液10% 合计为60% 油脂就用个10%好了 砂糖也用个10% 少糖少油嘛 这不是要健康吗 对不对 哎 不过我补充一句啊 一般日式的这个红豆面包 砂糖的含量 大多是在30% 高的甚至会达到40% 为什么呢 因为糖多才好吃呀 所以最后呢 就是这个红豆馅 红豆馅用个160%吧 这个馅肯定要比面粉多呀 而且你要是面皮擀得好 只要你能包得住 你可以用到200% 越多越好吃 现在所有的比例都已经出来了 那么这个总的百分比是多少呢 算一算 当当当当当当 百分之三百四十四 我们先来计算面粉的重量 这个公式就是 用总重量除以总的百分比 等于面粉的重量 总重量是900克 那么900克除以3.44 等于261.62 所以这个所需面粉的重量 就是约值为262克 好了 剩下 像砂糖 盐 油 水的重量 这个应该就很简单了吧 我给大家留一个计算题 大家根据上面的公式 以此类推 算一算 结果是多少 你们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看看你有没有算对呀 最后 咱们聊一个题外话 就是数学在咱们中国发展了几千年 特别是在宋代 更是达到了当时的世界巅峰水平 科技的进步 使得整个社会 农业 工业 和商业 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在北宋最顶盛的时期 这个工商业的税收更是占到了国家财政70%以上 可以预见的是 如果不是因为宋太祖赵匡应 为了防止武将叹乱 而制定了一条手类虚外的国策 众文清武 导致最后丢了江山 西方的工业革命 可能会提前500年 在中国展开 如果真是那样 今天的世界 哪里轮得到西方这些野蛮人 来和我们讨论文明呀 不过呢 愿赌 服输 不行就是不行 所以我们现在要拜西方人为师 在各个行业 重新掌握科技 再加上 现在咱们尚有北人的骁勇善战 下有男人的足智多谋 未来 在天下一统 还得看咱们 大家好 我是 秦始皇 打钱